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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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大家都知道目犍连她的母亲堕入饿鬼当中 目犍连得到以后特别着急先她的宝里面的食物去布施她 结果她的业力没办法接受变成灰 目犍连很着急又哭又闹又伤心回到佛陀那里 然后佛陀告诉她你这样的小心还是很好的 但是你的母亲特别业力深重 所以一般的佛教徒也好 鬼神也好 四大天王也好 都没有办法能帮助她解脱 只有十方深重的加持力和威力才能得到解脱 我今天给你讲你母亲离苦得乐的方法 唯一的方法可以给你讲 这样讲的 佛陀下面讲让她的母亲彻底得到解脱的方法 那佛告诉目犍连说是十方圣众 七月十五日的时候圣众自知世 那么在这个时候为了欺世和现世的父母 从恶难当中获得解脱 就给她据饭 百味饭 无果都可以吧 这个意思就是说饭还有各种不同的饭 无果 还有机关喷戚 做母语的这些 还有相有 顶住 相有是指的 相有 顶住 还有床塔 卧具 以及世间当中应有尽有的这些甘美的食物 它这里一座盆中 因为前面如果是床塔 卧具全部都是放在盆当中 那好像有点不是很方便的 所以我在看《宝恩经》 它的另外一本当中是没有直觉化 在有些当中应有的这些供品放在一些器具当中 它这个后面的盆可能汉文当中的盆好像比较小 但是它这个不一定是盆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清明 可能这样也可以说吧 供养十方的大圣众方法是这样的 意思就是说圣众智智日的时候 所有好的食物 好的窗塔等等 这些是世间当中应有尽有的或者是理所能及的 自己觉得特别美好的 甘美的这些供品供养给十方僧众 就这样 这是最好的一种方法 这里首先大家要知道的是什么呢 七月十五一般僧众夏天有安居 就是安居 安居三个月以后最后结束 结束的时候这个叫做生智智日 它这个也可以叫做戒智 戒是解脱的 智是智度的智度 因为在三个月当中生中有智度 有什么样的智度呢 就不能外出 不能互相说过失 还有有些得到的财物不能随便分 等等有很多的戒律 你安居戒数的时候 所有这些制定的戒律全部可以解开了 开许了 所以也叫做戒智 戒智智智智智智智得得 它这里智智也可以说智智 这个智智是这样的 我们可能很多道友 尤其是在家人不一定懂 但在家人不懂也不要紧 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七月十五 实际上是安居三个月的最后一天 在这个期间僧众没有外出 而且修禅定 闻思还有念经 一直是相当于我们三个月的闭关 刚刚要接受的时候好多都是已经得过的 而且修行境界也非常高的戒律也非常清净的 那么这一天如果供养僧众那功德特别大 是这样的原因为什么要供养呢 供养是这样的当然我们现在看 不知道有些寺院的情况不同吧 可能有些是有安居有些是没有安居 那没有安居的话有没有这样的功德 这些僧众没有三个月安居 然后你在七月十五的时候去供养的话 有没有这样的功德呢 跟以前所说的那样所有安居过后的这些僧众 参与世子的这些僧众那样的功德是肯定没有的 但是依靠不供的缘气的话 七月十五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福欢喜日 所以在那一天按照我们的传统和习惯这样的功声 也是合理的有一定的功德可以这么说 还有一个方面我们在座的各位要想到 以后我们弘扬戒律的时候一定要 出家人有出家人比丘比丘尼 萨米萨米尼尼 自己的戒律并不用说大家应该受持的 然后佛陀要开许的而且要做的有十七事 十七事当中善事是很重要的 善事是什么呢一个是颂戒 我们所谓的菩萨 第二个是安居第三个是戒指 这三个叫出家人应做的善事 为什么要做这些呢 因为除了三米和三米尼以上每个月 半个月 半个月要忏悔 在这个半个月当中所犯的一些复制罪都要忏悔 所以我们的菩萨和颂戒每个月的十五或者三十号 十五和三十号都有这个是作为出家人来讲不可缺少的 第一个第二个是安居很重要的安居的话 佛陀当年在印度的时候因为印度夏天的时间是比较长的 而且夏天三个月外面的草木翻身 然后宠物比较多所以如果僧众随意地往外行的话 脚下踩很多的宠类所以为了制止这些恶行都要求安居 以前我八十年代的时候法王如意宝也特别强调 就是说因为大概文革期间藏地接近二十年吧 在那个时候二十年当中宗教没有开放 几乎每个寺院都是没有什么这些佛教的意识 尤其是在别解脱方面的很多都没有 那个时候刚刚从八十年代刚刚恢复 刚刚恢复的时候法王讲到每一个寺院都要恢复 原来的诵节 安居 智智这些 之后我们学院也是拍了很多很多的堪布 我也是刚刚来什么都不懂但是他们让我去 那个时候刚刚出家也是自己有点好奇心吧 我也答应法王也答应八六年去过马尔康的一个寺院 八七年去五台山八八年也是去过那个寺院 后来八九年也去过另外一个淡巴的一个寺院 那个时候我们那边安居的可能大概有三十来个人 二十来个人人都不算很多也是一个小庙 但是现在汉地的有些小庙比这个还大一点 现在的有些小庙真的很破 我们这里有些寺院特别想解庙也可以解庙 但是你们一定要看清楚不然的话 因为你辛辛苦苦把它捡完了以后全力就拿回去了 这种情况不是没有的这个是一定要先看清楚 那么我刚才说懂说喜不太好 但是刚才我说的我们安居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但藏地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 历来的那些女士们执行的基本上大多数都是一个半月的时间 就是一个半月的时间按照佛经里面来讲的话 应该是要夏天三个月除非当年有战争有冬乱 那个时候安居一半也可以的 但也许可能藏地的气候 因为藏地像我们做工程的话不像汉地和印度一样 可能从来也是最多的夏天中间一个半月 不知道什么原因以前在不同戒律的一些文答当中也是问过 但是真正比较可靠的一些大夫没有 相似的大夫都有但是好像也不好解答吧 凡是藏地基本上前面的一个半月没有安居 到后面的一个半月当中就安居 七月十五号是戒指这个应该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然后戒指日也就是说 自制日当天是一般讲 因为三个月或者一个半月不能说任何过失 那么当天官家就可以提问 哪一个僧众互相有没有什么过错的 你们就可以说啊 这样等等 自制的这些财物可以分给大家 还有智智的外面的界限做了节目以后都可以离开的 但是藏地有一个要求 智智日的前一个晚上也就是说十五号的晚上 就说一晚上通宵要讲释迦牟尼佛的十二相 我都讲过三遍到了两点三点的时候大家都睡着了 然后我就说反正睡着了也没什么用嘛 然后我们就可以观想通宵讲吧大家回去睡了 好像以前的那些律师们也是这样的 意思是要求通宵讲第二天早上可以再做仪式 有这样的可能汉地和其他地方 包括有些我们去泰国这些的时候问他们 有些地方也不是很相同的这个叫做智智日 智智日是僧容也就是说僧人当中三米以上都可以参与安居 如果没有受戒的话不能参与安居 以后我们这些僧人有能力的话如果你要建立一个寺院 最好寺院当中也要送戒 又要安居 最后安居结束的时候肯定有戒指的 那有些人可能问为什么 佛学院是那么大的僧团这里为什么没有呢 这个法王以前也是回答过他说如果佛学院安居的话 按以前藏地安居的时候收入非常非常大 就很多收入的 因为那个时候 法王说如果佛学院这边安居的话 可能周围这边的供养比较多了 周围好几个县寺院的僧人可能会有意见的 所以法王说我们这个学院不安居 我们可以派一些堪布过去 所以只送个戒不安居 法王原来也是这样讲过的因此在这里 我们个别的一些项目桌的道友悄悄地安居 收入也不是特别大 周围也没有什么这方面的担忧 所以法王所说的也是不香味的对吧 这个刚才也讲了这个时候如果为了现实父母 这样供养饭菜这里无果有不同的几个说法吧 比如说水果当中有无类你们也看一些不同的讲义 的话有些所谓的石榴 栗子还有瓜果或者核桃 反正有各种不同的有一种说法吧 其实实际上是无果的话苹果 栗子 香蕉 开玩笑就像我们无果一样不同的水果 还有刚才讲到的这里有些是身体的所处 鼻子所闻的 眼睛所看到的 舌头所长的这些都有 比如说这里有个别的像食物是所长的 然后母语的水气这些是身体的所处 香油这些是所闻的还有灯这些也是眼睛所见的 但是唯一的耳朵所听的声音这些这里面没有讲 没有讲还有我们无事当中饮食和医药没有说 其他的很多当然这里没有说的话不一定是不用供养 对僧众相关的这些食物为主的供品作供养 这样供养以后僧众就接受 就是僧众接受所以十方的僧众应该要这样供养 供养以后那十方僧众下面讲当天当之时日一切僧众 当天佛欢喜日也好 智智日也好 所有的这些僧众有些是可能在善间做禅定 像小城我们藏地也有很多 有些包括寺院里面当时是做结集以后 有些是在自己的闭关房里面也可以的 有些如果有一些战乱或者出现一些大的违缘 安居期间做加持也可以出行只有七天吧 你们很多也是应该安居过的 然后这是有些僧众在善间禅定的 有些有得到四国的有些属下进行的 可能现在就不多吧只有可能 南川佛教个别国家有一些属下进行的 有现在可能其他都没有的 僧众们住在自己的屋子里面 而且自己的屋子装修得非常漂亮 如果现在的这些僧人坐在树下的话 树下也是做一些装修的玻璃房 这是不同的时代吧 流通自在的教化 有些流通自在的一些圣者也变化成声闻缘解 还有有些一地到十地的这些大人菩萨 也显现为一些比丘相三巧方便的显现比丘相 凡是这些大众当中刚才讲的大僧众这些 皆同一心大家都有接受供养的这样一个同一心 然后说薄荷罗饭 薄荷罗饭是刚才讲的安居的最后一天供养的 智智日的饭他们不管是僧众他情况是怎么样 有些可能在闭关房当中有些是在自己的圣舍里面 有些是可能身为缘觉化身的有些是菩萨化身的 有些是可能一般的普通的僧人 但不管怎么样大家都是可以同一心 为师族有悲悯心以这样来接受这样的犯 这些僧众具有清净的戒律 然后有僧众这些圣道的修道等等 像亡羊一般特别特别多的功德 本来僧众也是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功德 那这样的话这些僧众也是有很大的功德 他这里功德我们去年《战胜功德经》当中也是讲的吧 就是说是殊胜妙宝大德胜 就是说是我们殊胜的这些高僧大德的僧众 实际上他们确实经常 张扬众生的这些功德的种子 然后而且对供养者也好 对祈祷者赐予人天的僧众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任何的福田 没有超过佛教当中的僧宝也就是说僧众 这个僧众的功德非常非常大的 有些时候昨天不是也讲了吗 我讲的《佛经》当中说 佛陀对自己的一目说是 我把你的供品供养僧众的话那对你来讲功德是更大的 在某些时候僧众超过佛陀的功德 而且末法时代的时候佛陀已经实现缘寂了 僧众也作为佛教的一个代表 所以说他有具足这样的功德 有这样的功德者面前作供养 供养赐党自治圣当时正在接着的这些僧众 现实父母和六亲眷属可能也没有特别制定的吧 意思是比如说兄弟姐妹也好 从父亲这边的伯伯 叔叔这些也可以说吧 然后母亲这边按照你们的这种说法 什么姑姑 义 什么什么这些也可以说 还有我们的仆人还有朋友 弟子 这些都可以属于眷属吧 凡是如果你要想帮助别人的话 一个是现实父母健康长寿的话 也要念这个经很重要 然后六亲的眷属 还有其他对你善事结缘的这些众生 都想获得今生来世的快乐和解脱 都要供养这样的僧众 那这样得出三途之苦 三恶趣的痛苦也能得到解脱 因是解脱 而且亦是自然 你念这个经典 供养僧众的话 对供养者来讲很多因是自然而然就得到 还有如父母现在者他们福乐百年 这个有些译本当中是没有 我电脑上的这个也没有 但是好像其他译本当中也是有的 如果是现实父母他们福得增长快乐 长年百岁如果过去的七世父母 那他们转生到自在化落天当中 还是自在化生他们转生于自在化落天 有些自在地幻化身为天界当中 然后如天花光享受天界的所有荣华富贵 也好 天界的快乐财富和长寿还有这些快乐吧 意思就是说对现实父母也好 对过去的七世当中 七世可能很多人都是最多只能说二十三世吧 在上面就没办法说其实七世父母 以七世父母为主的话 实际上是整个父母有情这些都非常有利的 有些佛教徒对现实父母也好 对过去的父母众生还有所有与自己有关的 他这里也不是讲了吗就是六亲眷属 对大家都非常好的话 依靠这部经典可以超度他们也可以欺负 在这个时候佛吃十方的僧众 佛要求十方的僧众应该先为施主念咒愿 就作助愿 助愿的话一直是诵咒 念经 祈愿 就我们这个意思 那么祈愿他们什么呢 愿七世父母为他们应该超度七世的父母 他这个疑问当中稍微前后的逻辑有一点点不是特别的连贯 但是这个因为一直是很了不起的应该是意识上面没有什么问题的 但我们解释的时候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意思就是说佛陀要求十方众生为这些施主们 一定要念诸 念经来超度他们 那超度生我们七世的父母离苦得了 然后这样的发愿要作为这些超度者的僧人们 心禅定义不能护士乱想 不能散乱 应该是自己的行为也好 行事也好 全部都是入于禅定当中以正知正念来 然后再可以接受食物 因为他们供养的那些食物非常多 供养接受的时候怎么样做呢 这个受食 出受食时 首先接到了这些供兵的时候 不能先直接吞下去 应该先要坐佛面前供养 先安放在佛前或者他世当中 如果有一些绘画的佛或者一些树像 造像 如果实在是找不到一个特别适合的佛 你一幻观想在佛面前我们经常也是这样的 其实我们安居的时候也会这样的 先有很多包括中午要应供的时候 先顶礼很多佛菩萨的名号 包括喝茶的时候都是什么 我们一般尼玛巴在喝茶的时候供养之前 经常顶礼 供养莲花生大士 供养菩萨萨 供养慈崇德尊也有这样的 尤其是在安居的时候非常重视 这种经文一定要念 好像汉地也是在这个时候会有念诵的 你看这里也讲了 僧众诸愿经以后再可以自己使用 汉地也是有一个是《毗拉伊经》 对 《四分礼》里面讲的 《四分礼》里面有一个偈颂说 所为布施者必获其利益若为利故事后必得安乐 偈颂一直是非常重视的 偈颂实际上在《四分礼》当中也是有它的来源 佛陀在苦行的时候当时四大天王供养金波 银波等等 后来佛陀没有接受把它依靠神通来变成一个普通的波 里面有很多的蜂蜜供养佛陀 佛陀当时也说了这个偈颂也有这样的 我看到《毗拉伊经》当中也有这个偈颂 但是这个偈颂的有些情节有点不同的 当时好像我们应该是平波索罗王 他平波索罗王也叫做应生王 他为了也是当时供养佛陀和僧众 做了很多很多的包括特别殊胜的饮食还有花园这些供养 供养的时候佛陀也是送了这个偈颂 但是这个偈颂的第三句话有一点差别 第三句话《四分礼》当中若为乐故事 然后《毗拉伊经》当中为你乐故事 他这里为你乐故事和若为乐故事 就这么一个字的差别吧 但这个可能是当时的依旨不同吧 其他的差距应该是不大的 所以这个偈颂如果封颂也是很重要的 还有恒地我听说也有不同的一些念颂 比如说《华严经》当中也有一个偈颂说 凡事一切 当愿众生所作结伴 具足佛法 意思就是说你饮食享用完了以后 祈愿所有的众生都得到真正佛法的利益 因为《华严经》里面有好像二百四十多个 二百四十亿还是多少 当愿什么什么 他这里在《金星品》当中也有这样的发愿文 我们有些出家人别人不管是在安居的时候也好 非安居的时候也是如果有一些因果这样的话 那至少自己要做一些简短的回向 如果各方面允许的话最好是念《水炼三宝经》 还有《普贤心愿品》 包括这里所讲到的《御兰盆经》 这样对施主对自己都有非常大的功德 很重要 所以这是佛陀要求前面是让施主要给他们供养 供养的话有很大的利益 然后佛陀又要求僧众们你得到供养以后 什么经都不念然后除了这样也不太好 我们这里也是有些道友可能不愿意接受心中的财物 这个也没有什么资源的你非要强迫性的 你必须受供养的话也没有什么 有些是刚开始不愿意接受后来条件不太好的时候接受 也有这样的有些刚开始不太好后来变成大法师 不用念经这样也有不管怎么样这些都可以 但是你要接受供养的话至少每天都应该为施主也好 为信众作回向 供养一定要念经不然不念经的话 那天财务科的有些观家堪布也在说 我们这些念经钱给你供养的是念经而供养的 比不是让你坐式而供养的如果坐式而让你打工的话 那不是这叫念经钱应该是坐式钱所以一定要念经 是这样的要求所以我们僧众也这方面应该注意 接下来在这个时候 目犍连还有其他的大菩萨都皆大欢喜都很开心 佛陀都已经说了这个法非常感谢 然后目犍连刚才的悲哀 伤心和哭泣的声音 自然而然消失了 不哭了 刚才在这边眼泪流得很厉害的可能一直哭 佛陀这样一说完以后目犍连很开心的就开始不哭了 在这个时候目犍连的母亲可能在佛经说完了以后 还是某一个时日不是很清楚的 因为在当下可能不知道目犍连能不能知道 他这里目犍连急于时日在那一个时候 目犍连的母亲他就解脱了 本来感受一个劣的恶鬼的苦都已经解脱了 佛的加持是不可思议的 目犍连的母亲本来有些经当中讲是解脱了三劫之苦 也有这样的有些经里面讲的是一劫之苦 不管怎么样日子很长的这个痛苦都已经解脱了 后来解脱以后转生到聚光佛的刹土 阿罗汉有四种不知 目犍连当时因为特别遥远不知 后来佛陀才知道他的母亲已经转生到聚光佛的刹土 这个是在其他的有些公案当中也是有啊 所以当时有这样的 然后好像是汉地的发愿逐林当中 就是说当时有十六个国王听到佛陀所说的《御兰盆经》 目犍连的母亲得到解脱的这个法 这个法以后当时平婆所罗王非常的欢喜 他用七宝 比如说金子 银子 玛拉 酸壶 车雀 这些七宝做成的七具当中五百个金器当中装供品 然后五百个银器当中这样各不同的 很多的七宝供器当中各种的供品供养僧众 然后又回到他的国家之后又开始用不同的七宝的 柏鱼里面又供养各种各样的不同的供品来供养 那么这个时候他的七室的父母清净了 七十二戒的圣职之罪 后来因为毗婆所罗王的事情感动了身边的很多人 有些包括有一些当时的既孤独长者 还有可能一般的妇女吧 她们都没有那么多的供品 但是她们尽自己的条件 根据自己的条件也是给僧众供养 供养以后同样的他们七室的父母 七十二戒当中的这些圣职之罪又得以清净 那么佛陀这样的行为当时印度也确实有很多不同的 这样特别奇迹的事情发生 这是目犍连的母亲已经得到解脱了 然后这个时候目犍连白佛言 弟子所生的母亲实际上是得到了三宝的功德加持力 还有僧众的威力和功德加持力 已经离开了恶趣的痛苦已经得到了解脱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稀有她也是感到非常的欢喜 那天一听到母亲的事情她特别着急 但现在已经放心了已经安心了 非常好 然后目犍连就问如果未来世所有的这些一切佛子 也可不可以应该以我们供养十方僧众的方式来救护 也就是说 疯于难盆我们昨天也讲了嘛 为了救众生依靠这种方式来供养 这样能不能救度现世的父母 还有乃至起始的父母可不可以 佛陀当时目犍连也是非常了不起 他并没有自己的母亲解脱了 可以了没有这样的 这个母亲得到解脱以后她又问所有将来的这些众生 是不是依靠这种方式来可以得到解脱 佛陀说道大善快问大善快问的话善哉善哉 快问的话可能不是很快地问因为他已经问完了 他这里的快问可能是那个吧意思就是说很痛快的很爽快的 你这样的问题特别好因为佛陀感到他的问题很结实 正于说佛陀说我本来也是想说这个 你就问的恰好就问到这里 我现在你问完了以后我再次给你回答吧 我本来也是想说这个不仅是你目犍连的母亲得到解脱 将来所有的这些父母都可以得到解脱 其实这个是我昨天也是跟大家讲的吧 在汉地来讲还是很幸运的 有这样好的经典来超度类似的父母 这个而且也特别感谢历代的这些法王和国王们 我看到佛陀统计当中实际上是两无敌 两无敌应该是公元大概四五百年的那个期间嘛 你现在有那么长的时间 才那个时候有木兰盆法会在佛陀统计当中也是讲了 后来比如说唐朝的很多很多国王他们也是实行这个 所以我想我们历代的这些国王和他的可能推行吧 不然不一定那么大范围的观宏 所以我们这一代的这些佛教徒也应该不要失毁 以前的那些传统好的这些衣柜 所以你们有些年轻的出家人也好 这些人应该是带着一种责任 以前寺院里面有什么样的传承有什么样的传统 古代史这些是怎么做的 那现在我们应该是要做这些 现在有些寺院确实寺院见得特别漂亮 金碧辉煌但是里面的传承有些既没有讲经说法 也没有传统的仪轨 偈颂没有如法的 有些是自己从来没有闻思修学自己顺便加这个 加那个 有些他所讲的念诵当中可能有一些世间的各种 各种世间的一些偈颂这些都没有必要的 所以我们现在大多数的寺院念的经这些是特别好 非常有价值和有意义的这些经典有唱颂 但是这个唱颂的传承这些如果年轻人没有解的话 可能很多老和尚很多有一些灰的这些就没有了 我们藏地就是这样的现在有一些年龄比较高的 他就比较灰但是他现在可能很多记忆也不行 然后可能有一些都忘了这个过了以后 整个寺院里面的这种念诵都可能没有了 所以应该符合自己的寺院符合自己当地的传统 寺院里面要有这些安居也好连云南法会也好 应该要好好地执行 那刚才佛陀说我要跟你回答你问得很好的 佛陀说 三男子如果是比丘比丘尼 国王 太子 还有大臣 再相 还有三公百官 我们一般说的是文物百官吧 还有万民俗人也就是普通的老百姓 还有慈性孝者就说是孝顺父母的这些具有慈悲心者 应该先对于所生的父母和 还要为过去的这些七世父母七月十五日的时候 七月十五日而且是个特别有功德的节日 叫佛欢喜日也叫做僧众自治日 就刚才前面讲的以百位的饭食 放在云南的喷漆当中 供养或者供养布施都可以说 十方的僧众自治身 同时这样愿现实的父母寿命百年无病 一切的烦恼和痛苦之患都可以消失的 我们对父母健康我昨天没有说错吧 可能主要是对过去的父母 其实现实有些人是为了报道父母的恩德 现在很多人报道父母恩德的时候 给他买一个手机买一个手机 他也可能看也看不了不一定能看得清楚 所以有时候精神上对他的报恩也是更重要的 我们世间的财富有一个是物质财富 一个是精神财富 精神财富上如果给自己的父母 哪怕是有一点点信仰 如果他没有信仰为他做一点佛饰 这些也是很重要的 现实的父母可能长命百岁 健康 无烦恼 有很大的帮助乃至起始父母也离开饿鬼等等痛苦 然后获得了人天的果报 福乐无比 这个一定会得得到的这个我们应该做 佛陀后面还说佛弟子修小顺的这些人 应该念念当中 常念父母 不管你是出家人你是在家人对父母的关系好也好 好也好 不好也好凡是这生当中 就是依靠他的恩德你有了人间的光明 如果他没有这样的话确实是你现在 不知道变成什么样的大家都知道的 应该是要念念自己现实的父母 念念无始以来的父母有时候我们想一想 真的父母还是很可怜的 他为了这些子女就像哪怕是 他已经身体特别不好但是他还担心自己子女的健康 很多心态我们都可以感觉得到的 所以应该念念自己的父母乃至起始的父母 然后每年七月十五日的时候 常常以孝顺和慈心来忆念自己所生的父母 以及过去其始的父母为他们做云南盆的法会 供养佛和僧众依靠这种方式来能报道父母 照样和怎样你无比的恩惠 这种恩德可以得到的 若一切佛弟子应常讽刺此事 凡是你是佛弟子的话一定要做这样于南盆的佛事 如果你找不到僧众 找不到什么的话 在三宝面前做供品什么水果 五果 这些 你念一部《云南盆经》然后再回向 现在可能将来越来越僧众不一定能找得到的 如果找不到也不要紧你不要被他人所欺骗 然后在这个时候每年农历七月十五 在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自己在佛法僧三宝面前 供养一些供品然后自己真诚地念《云南盆经》 要回向现实和新世父母 同时自己有时间的时候 有时候自己有时间的话我们等一会儿也念一遍 也是有时间的话 也应该可以依靠这种方式来超度过去的父母 欺负我们现实的父母有些父母都是有健康的 你们当中很多都是有健康的父母 像我的父亲母亲都已经不在这个人世间了 但是我也是为了报道父母的恩德翻成藏文也好 这次给大家讲也好我希望他们也确实得到快乐 不要堕落在善恶道当中应该这样的心态吧 也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凡是佛教徒应该要尝起奉行 我看恶义道士的《信书》里面说 若不讽刺非佛弟子 他说如果不讽刺这个 如果不行持这样的《云南盆法》 那这个不是佛教徒了 你家民是佛教徒但是你从来都是不念《云南盆法》经 那就不算一个真正的小顺的佛教徒 所以我们这部经典也是特别的殊胜 也特别感谢我们在座的人 不然你们如果一个人都没有的话 我也没有机会传授这部经典 虽然我们不像以前一样有特别多的眷属 但是有些人也通过各种方式来得到声音也好 得到文字这样实际上都已经明白了 《云南盆经》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 所以这些重要的法宝也好 经典的话 我们尽量地去持颂而且去弘扬 不要让它在历史的场合当中消失 这些是非常有价值的 有利益的 这样每个人也应该有责任的 现在其实《云南盆》最早的时候 我们前面也讲了应该是印度这边特别奉行的 后来到中国他就影响到现在所谓的日本也好 包括朝鲜我们的旁旁小伙子他们那里也是很兴盛的 还有马来西亚 新加坡 凡是有华人的地方 云南盆经还是有这个法会的以后我们这里道友们 尤其是有一天你有这种机缘 那个时候可能很多都是不一定在世 但是应该在不同的寺院当中不同的道场里面 如果没有出家人的话 我们居士自己也可以在道场里面 当天大家都是供佛 供僧 如果没有供其他的僧人的话 自己一起好好地吃素当天供债 不是 我们现在很多人特别喜欢聚餐 自己聚餐好好地念《云南盆经》 回向一切诸佛菩萨 回向一切老母有情 当然如果你有僧众可以的 如果没有僧众发菩提心的话 诸佛菩萨最喜欢的就是众生 说一切供养当中菩提心为罪 那这样你发了菩提心 没有找到僧众 也是可以发了菩提心念这部经典的话 佛肯定是欢喜的本来也是佛欢喜 佛是当天特别开心的一天 所以大家应该以后要好好地受持这部经典 就是目犍连 还有比丘 还有四种弟子的话 欢喜奉行 这部经典已经圆满了 那�를илve 免老母 在学c论